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破局了 认为这个会合 而且不需要经过投票 也不要经过民调的 本来有三个 但是呢 吴子佳跟陈顺山退了 那今天当然多加了一个赵顺山 但是赵顺山没有讲 到底是不是有经过民调或者投票 他没讲 所以非常清楚地讲 这两个方法都行不通了 但是呢 柯文哲乖乖地最后 乖乖我收回 我讲乖乖他会不高兴 任何让他不高兴的话 都不要讲 他最后一定会上火车 那你刚才那个火车的 你没有记得很清楚 火车这个比喻其实是蛮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柯文哲跟朱立伦最怕破局 所以柯文哲就说火车来了走了 他不会走的 所以你这样没机会 朱立伦说火车哪有来 火车还没来 那王世坚更调皮 王世坚说你在火车站等高铁 捷运站上等高铁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火车是在车站里头等你柯平 那现在你看最近的美利岛的民调 这个侯友一上去 跟柯文哲下来 完全做和服劫 一上一下 这个票很少跑到耐心的那边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气宝 是什么呢 当然是气宝 但是这个气宝不是很明显 还没有很彻底 但是问题是柯文哲 柯文哲这个人 我觉得连晚会都不太了解他老板 柯文哲这个人是两面人 他嘴巴是讲得很漂亮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理想 非常有崇高目标的政治家 但他心里头其实想的是公益权利 这些所得所失 他一天到晚都在算 我认为柯文哲今天 他昨天就讲了 还有十多天 说得太长了 我们重症医生又来了 他说我们急重症医生 最后五十秒一两分就够了 既然当事人 人家都讲藕断失联 这个当事人都把这个藕都没有断 这个藕没有断 你哪能看到失啊 失都不会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旁边的人 都随着柯文哲起舞 把这个看成说大概没希望了 我认为我抱着一丝希望 不止一丝 最后 我觉得最后柯文哲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我如果和有个副总统 有几个部长 民众党从此有机会 不和的话恐怕我什么都没有了 伟汉的讲法 伟汉是说 根据他第一线跟那个柯文哲谈话 柯文哲是有把握 在最后这个三个候选人交叉辩论的时候 柯文哲有把握把侯友打得一败涂地 然后侯友就边缘化了 然后他跟赖清德对干 然后他有把握选上总统 我觉得伟汉真的是很天真可爱 我跟你讲他在吹牛给你听 我跟你讲他真的分开想 我相信吴子佳的看法 他会败得很难看 又会回到只是一个小党的党主席而已 你讲了副总统有几个部长 他说这就是乞丐啊 你这个把这个把我当成乞丐啊 不是 他说国民党不是讲你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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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分清楚 他是说用副总统来跟我交换组格权 那是把我当成乞丐 他这句话是不通的 但是没有人觉得这是不通一样 所以有阻隔权了 总统有阻隔权了 不是像我们主人讲说 啊 总统你做阻隔权归国民党 不是这样 你严格来看阻隔权谁的 总统的 老省你也误会 所以他就说你用阻隔权来换 用给我副总统换我的阻隔权 就是说你不要我当总统 只给我副总统 他的话是这个意思 大家要听懂啊 柯文哲没有那么笨 老省你连你都没有听懂我的话 我不是这样讲的 我是说总统副总统去比嘛 看有什么方法比 不管谁当总统副总统 阻隔权都是国民党跟郝有余的 是不是什么你当副 不是这样不管谁 因为你民政党他自己也讲 他没有能力阻隔嘛 不是还有一个谁讲说 当总统有六千个位置 我民政党那六百个都派不出来啊 他说民政党一个人讲 他现在是这样子嘛 我讲的是一个实情 实情就是这样子嘛 但是柯文哲可能不爽 如果我们副总统过几个部长 把我当起来就不是 联合内阁不都是这样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